管家劝人行善避凶 王阿姨是一位家事中心的管家 他心地善良 且学佛多年 从来不杀生吃肉 并且还规劝了好多故族 跟他一起修佛尽杀 哦 那不是王阿姨吗 对呀 真的是他 王阿姨 请你过来我们这里 你们今天也来放生啊 是啊 王阿姨 自从您来到我家 跟我讲了因果报应的道理后 我就经常来这里放生 多亏了您 我才及时知道了放生的好处 你看 我现在的身体比过去好多了 脚痛的毛病也好了 我们做人要有一颗忍爱的心 不仅仅是对人 对一切众生都要有一颗爱心 因为爱是一切的基础 如果我们没有了忍爱之心 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 这样就可能会经历人生中的很多坎坷 嗯 王阿姨 您说得非常有道理 快看 长潮了 我们快将同龄的鱼虾放回大海吧 好啊 有一次 王阿姨来到了陈小姐家当管家 陈小姐最喜欢吃的就是残油 请问有人在家吗 陈小姐 我姓王 是家事中心拍过来的管家 王阿姨 您终于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真不好意思 让你等那么久 王阿姨 这几天我总是头晕 做什么事都没有力气 现在您来了 真是帮了我大忙啊 快 您先坐下来休息一下 不用了 时间也不早了 您先带我去厨房 我可以开始准备午餐了 也好 您跟我来 今天中午的菜我都买好了 王阿姨 今天中午您就做炒饭泳吧 你怎么在吃这个东西啊 不瞒您说 五六岁的时候连活的都吃过 味道特别鲜美 不行啊 陈小姐 我不能煮这个给你吃 为什么 你看 他们全是活的 都是有生命的 如果将他们煮熟 那是杀害了多少条性命啊 残油本来就是一道菜啊 很多人都吃过的 为了口腹之欲而杀生 可是非常大的罪过 会遭到报应的 啊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了 其实过去我也跟你一样喜欢吃残油 嗯 好香啊 我年轻的时候经常煮残油吃 炒着吃 炸着吃 煮着吃 吃过的残油不计其数 后来我突然生了一场大病 头像残油一样嚼个不停 去了许多家医院 到了很多医生 可是这病怎么治都治不好 那时候的我非常绝望 好在遇到了一位学佛的师姐 她让我明白了事情真相 夏丽 你这是杀生而得到的果报啊 你以后可不能再吃残油了 啊 难道我这病是因为吃残油而得到的吗 是啊 你杀生太多 吃下的每一个残油都是一条生命 那些残油被你杀死 吃进肚子里便产生了报复心 你吃得越多 报复心便越重 遭受的果报便越厉害 珍小姐 我不想让你重蹈我的复彻啊 不要再吃它们了好吗 好的 王阿姨 我听你的 珍小姐听了王阿姨的话后 虽然不吃自己最爱吃的残油了 但是喜欢的海鲜 鱼类还是仍然在吃 这一天 她又去市场采购新鲜的鱼类 陈小姐 你好久没来光顾我的生意了 你看 我刚进的残油 个个都是活的 要买一些吗 不用了 我现在已经不吃残油了 真奇怪 她不是最喜欢吃残油吗 怎么会突然不吃了呢 这位小姐 看看我的鱼吧 多新鲜啊 要买一些吗 好的 你抓一条最大的给我 好啊 我这就抓给你 然而 就在鱼饭抓鱼的时候 一辆赛货的货车突然失陷 朝陈小姐撞过来 哎呀 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啊 唉 别提了 算我倒霉 我正在市场买鱼 谁知道 会被一辆失控的货车撞到了 啊 你去市场买鱼 你买鱼做什么 我现在不是不吃残油了吗 所以我就想买条鱼 今天中午做来吃 哎呀 你可真糊涂啊 鱼跟残油一样都是有生命的 吃残油会遭到果报 难道吃鱼就不会了吗 王阿姨 难道我今天的灾祸 也是遭到了果报 是啊 陈小姐 你以后再也不要做杀生的事情了 嗯 王阿姨 认识了您 我真高兴 您真是佛菩萨派来度化我的 请您带着我一起学佛行善吧 嗯 好的 陈小姐的脚伤刚刚复远 她便跟着王阿姨一起到户外放生 求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加持 让我能有一颗慈悲仁爱的心 让我能对众生受的苦感同身受 让我能够有一颗观世音菩萨那样的柔软心 从此以后 陈小姐便不再杀生 坚持放生吃素 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好 身上的病痛也都不治而遇了 陈小姐 你现在的身体已经非常健康了 不需要我来帮忙了 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再来了 王阿姨 谢谢您 是您让我明白了因果报应 如果没有您的教导 我以后的结果真是不开设想啊 不用客气了 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仁慈的心 想到自己就能想到别人 那就一定会身心和谐 家庭和睦的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